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楠 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最近美国针对华为事件越演越烈 华为先前不说话是因为不想受外界影响研究 但随着美国对华为的禁令一个接一个的升级 华为怒了 因为目前的禁令已经给华为的自研芯片之路造成了障碍 一直在寻求侧面合作 现如今禁令升级 华为本不想把自己拉低到靠着转 来创造营收的局面 但美国不放过你也没办法呀 现在华为怒了 华为要求美国最大电信运营商Verizon 支付10亿美元的专利许可费 10亿美元换算出来就是70亿人民币 而且专利许可费涵盖230多项华为专利 为什么给威瑞森电信收费 是因为2019年华为的5G基站 可以通过4G基站过渡到5G 还有5G信号中继技术的优势 这些原因使它跟华为合作了 随着机灵的出现 合作也就结束了 但威瑞森并没有放弃 使用华为的5G专利 虽然过去不追究 但现在美国政府一而再的紧逼 还影响了华为最新芯片的研发和发布 那就要割血放肉了 当然除了最大的威瑞森 还有其余20多家企业 也需要支付华为专利费 要不然一旦华为提出专利诉讼 美国企业就得按标准付费 因为他们拒绝了 美国的其他专利许可可能会受到影响 损失更大的是他们 这一战打得真爽 而且除此之外 华为还对西班牙的15个城市 启动商用5G网络 这可是好消息 这是继瑞士英国后 第三个开通5G网络的国家了 还与30个国家的运营商 签署了46份5G商业合同 这也告诉美国 你就算再怎么围堵封锁都是图牢 相信未来华为的5G网络时代 势不可挡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